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伟 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 社福类的公益组织NPO 对社会来说是安全网的重要一环 在疫情的灾害中更是凸显它对于长期关怀的弱势族群给予一份稳定的力量 可是它的另一个角色也是疫灾的受害者 因为它赖以为生的是各界的捐款已经进入了捐款寒冬 而这个冲击又将会联动影响到他们所关怀的弱势的朋友 今天的会客室我们来聊一聊这一环引而未现的冲击到底该如何因应 陈伟现在为各位介绍在线上接受我们专访的 他是来自原志大学社会际政策科学学系的教授 兼人文社会学院的院长 他是刘怡君刘教授 刘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刘老师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很衷心期盼说 疫情过后一切就恢复日常一切就复旧了 可是在许多的研究指出说这个恐怕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很多研究指出整体的社会都可能会进入所谓的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是什么意思 新常态的意思 因为其实新常态的这个词应该它是来自于外文吧 它的一个翻译嘛 那就是 那所以就是包括像CNN啦 或者是福比斯达志或者是哈佛商业评论 他们国外就有用这个词 就是说这个词来形容就是疫情之后的一个社会秩序啦 那这个词其实也不是这一次才开始 就是说过去在那个经济还有商业领域 大概就这样的用词 那以前是来讲这个2007到2008那时候金融海啸之后的一个生活 还有2008到2012就是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生活 就是说本来生活还蛮宁静 比如说你的付出跟你的报酬都可以相称 可是呢因为受到金融海啸或者是经济大衰退 变得不太正常 就是很多东西 它本来是有一些规律和逻辑 可是因为整个经济的运作呢 跟过去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就难以回到正轨 就是跟以前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 比如说在当时可能就是要对你的经济要做节约 或者一些比较效率的一个运用 那这次就把这样的词套用在所谓全球疫情的一个情况 因为全球疫情当然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应该都还没有看到 就是结束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这个疫情其实对大家可能过去七个月吧 就是对于那个可以从媒体知道说 其实对人类就是整个全球人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尤其相较于17年前的SARS的危机来讲 其实这次影响又更 上次SARS危机大概地区还是有限 那时间也是可以掌握 那不过这次大家也知道说 好像病毒也开始就是 它可以适应不同的温度 还有气候这样 所以事实上也会相较于当时来讲 它的影响地理范围和区域都会比较长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用这个新常态来讲 就是说它会比较长期的冲击到我们的生活 那这个生活呢 也就是过去可能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你知道你可以掌握的 那不过现在就是因为不确定性蛮高的 所以用这个词来讲说 我们要慢慢习惯这种不确定性高 然后好像快要结束 可是又要开始新的一些 是是 这样的情况 是 刘院长 您觉得就是在大部分的社会里面 这个非盈利组织 它普遍是被认为在做的事情 就是政府无法 没有法律可以授权它去管 那企业觉得无利可图的 所以因此这个常常被认为 他们所做的事 是社会安全网的其中一环 那在国际之间 其实在大型的天灾人祸之后呢 非盈利组织常常是发挥 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我们首先先从一个比较一般的 大部分可以见到的情况来谈的话 非盈利组织通常在大型天灾 人祸之后会肩负起哪些责任 大型的天灾 我们应该讲以天灾为主 因为人祸可能就是 比如说当然 像有些金融上的一些 一些那个诈骗或等等 那当然不是非盈利组织可以出击 然后包括就是像战争 当然非盈利也是可以出击 不过我想可能天灾的部分 因为天灾当然就是说 它出现的是没有办法预计 比如说在台湾可能就是台风 是 是 对然后在美国可能就是飓风 这样的一个 然后那这时候 因为它有时候常常会影响 比较大范围的区域 还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复原 那这时候非盈利组织 当然通常都会扮演 因为一般来的人来讲 如果说他有一些经济能力 工作比较稳定的话 通常大概都会有积蓄 那对于一些突然的一些冲击 大概都还可以因应 可是最担心就是一些 本来就是比较弱势的 不管它是身体比较弱势 心理或者是经济上比较弱势 那这时候当然政府会照顾 不过毕竟在灾害的时候 这样的人数会突然增加 那有时候政府就没有办法去顾及 那这时候非盈利组织当然就要扮演一些 就是对于尤其是本来就是弱势 或者因为这样的灾害造成弱势的一些人 他的尤其是经济上 或者是像身心上的一些协助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NPO 我把它讲非盈利组织 大概在这种灾害之后 尤其比较大规模 需要复建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有系统 或者是比较长期也跟这些人比较长期 有一些接触 也知道说怎么去找到他们 然后怎么去帮助他们 是 不过他们本身其实也算是天灾 然后影响到大环境的景气之后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的既然非盈利 他们的收入来源 往往是依照景气而来的社会大众的捐款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本身自己也面对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但是他们却要去承担更大的一个可能社会责任 确实啦 老师在这种灾难天灾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个所谓的NPO 尤其当然NPO很多种 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应该是比较在公益的部分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偏社服啦 就是社服的部分 因为确实非盈利组织有艺文啊 有这个文化啦等等这些 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应该是比较公益组织 比如说他们平常就是在帮助一些偏乡的孩童 或高龄者或者生长或者一些经济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那的确就是说如您所说 他们平常其实是有部分需要靠一些捐款的部分 然后才能运作 当然他们也可以申请政府的一些专案计划的补助来运作啦 所以确实也没有错 就是说尤其在这一次的疫情情况之下 其实在国外啊也有就是已经做研究 就知道说非盈利组织在这个所谓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来讲 他们其实更为遇到更为艰难 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在恢复上 其实更越要挑战这样的情况 台湾的社福类的非盈利组织在这一次的COVID-19底下 是不是也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安全网稳定的作用呢 对确实是这样 尤其因为尤其这些我们讲比较处于 比如说弱势的就是经济上或者是真心弱势的 他们其实在资讯的获得也不是那么快速 像我们大家就是都没有上网的设备啊 那他们可能平日接触资讯也比较少 所以其实这时候那个所谓的社福组织就需要把 尤其它是涉及到传染的一些 这个疫情来讲 那要把这样的资讯提供出去给他们 比如说台湾有这个一个叫 在社福界防灾领域 其实有非常丰富基因的一个叫芥菜总会 他们其实就是面对这次新冠疫情的病毒 成立了紧急应变的小组 然后呢 针对他们本来就有关怀的一些案家 还有合作的教会啊 还有服务据典 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 因为这些弱势的有时候资讯 不像我们常常滑手机就可以看到 对这个疫情不太了解 什么样去防止传染等等 他们就会关怀他说 你要怎么样 比如说勤洗手 酒精消毒 你要戴口罩 这些防疫工作 那当然我们在都市地区觉得说 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可是他们其实平常 不就没有这个机会获得这样的资讯 那这时候NPO呢 政府组织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那甚至说之前口罩不是有缺货的情况 那当然他们甚至还可以用社区的 共好点的力量 就是推广自治的布口罩的行动 就是说社区的长者或妇女一起参与去制作 这样的部分 就是说透过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关怀弱势的个人或者家庭 社区家庭 他们就有这个对抗疫情的一些能力 还有资讯 我觉得这一次的COVID-19的之所以在因应上面的困难 是因为它有高度传染力 甚至有就是隐性的代言者 也就是虽然说它并没有外显的发烧咳嗽 可是它其实已经具有传染力了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许多的 包含社区组织的作为 其实往往都是一种所谓的群聚 或所谓的与人群的接触 那这个社区组织在这一次的COVID-19之下 要怎么样在避免群聚感染之下 仍然维持它去关怀社会角落 以及它本身自己在组织运作上面 可能都要有一套策略 那刘院长您看 这个当然其实可以分为它服务的对象 服务对象 当然有时候他们也要透过 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去做或者聚会 当然这次就外部来讲 他们我们也知道 有时候就是要取消或者延迟 这种大型聚会活动或者服务的部分 然后当然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冲击 就是也要让工作人员知道 这个病毒传播途径的一个认知 甚至就是定期去提供有关于这个疫情 最新的资讯给职员 然后执行一些防疫的一些措施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可能就可以透过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面对面 就是透过电话关怀 它的服务对象不见得有网路 那可能就是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包括企业组织啊 或者有一些就是也开始改 就是所谓的数位上班 就是不到办公室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可能在如果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 或者可能就是改成就是上班的方式 可能就是不是一次所有的人都到办公室 搞不好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有一些空间 拆办公室 AB组这种 对类似这样的方式 这个还是回头来讲 就是我们看到在天灾之后 社福组织它所发挥 对于它既有的网络 也就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族群 发挥了这个一定的作用力 可是其实因应大景气的萧条 他们会进入所谓的捐款的寒冬 这个部分其实您看社福组织 应该要如何去面对它 是没有错 那当然其实在这方面来讲 确实捐款 因为台湾当然没有 这次的疫情台湾算还 就是相当于全球一些国家来讲 还算就是已经控制还蛮得意的 不过确实我们也看到部分行业 受到这个这样的疫情的一些影响 然后当然会影响捐款 那确实在这个一些 尤其国外的一些对于NPO组织的一些调查 大概也都有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台湾现在也是 虽然不是一下子减少蛮多的捐款 不过大概都有感受说 捐款不像过去那么 就是频繁或者持续这样的 那这些非营利组织 当然一个就是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其实政府 其实这方面政府也有注意到 当然也有一些补助 因为政府的补助 其实不是只有对于 一般我们印象 可能对于一些农民啊 渔民啊 然后计程车时机等等 或者观光业 其实政府也注意到这一块 它对于社福界一些非营利组织 其实也有提供一些捐款 不是捐款 就是一些补助 这样一些 一些我们讲推动 当然它有一些条件 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一个是从政府那边 得到的一些相较于过去来讲 可能比较多的一些协助 那另外就是 那因为捐款减少 那或许就是要 因为疫情嘛 可能这时候可以想一些 比较创新的一些服务的方式 有要说搞不好要改为 线上的服务啊 或者等等这个情况 那确实有些 就是我们讲 国家的NPO组织 我可以讲一下经验 譬如说 他们都会想到一些创新 譬如说 因为现在台湾的可能隔离的 比较没有那么多 那有些非营利组织 这个当然就是他们去想到 就是说 如果有人隔离 那当然隔离之后 他可能是在一个集中的住所 可是他可能本来是有 比如亲人要照顾 或者是本来有宠物 这样的情况 他就有非营利组织 他就是说 好 如果你去隔离的时候 那你的就是 你需要料理的一些事情 我可以帮你 这个组织他可以 帮你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好温馨哦 是 就是想一些创新的一个服务 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因为疫情时间 刚刚讲 譬如说 做那个布口罩 或者这个情况 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服务 是要新产生的 那这时候当然就是 可能就 不像以前 可能你要动用很多的人 那你要去想说 这些人需要 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那你可以从这边 去做衔接 这样子 其实这样听起来 这个NPO 非营利组织 社服类的这一种 真的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生 所以穷则变则通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如果说非营利组织 它在一个所谓捐款寒冬 新常态 大环境的景气 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普遍可能都比较低迷的话 而造成他们 有一定数量的倒闭 这样子的情况 可能会产生 什么样的社会风险呢 其实既然是新常态 表示说可能很多 有些思维 或者组织运作的思维 可能要跟过去 都会改变 对 那比如说 就要 包括就是 不管是NPO 就是说社服 其实企业 自己看这个事情 它可能也要用 因为所谓性常态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高 然后很多事情 它会 就是你没办法 掌握的情况比较多 是 他刚刚讲 比如说改为 线上的工作 或者是 在家办公这样情况 那对于NPO来讲 它是一个组织 所以呢 其实可能在组织的思维来讲 它也要 比较不一样 比如说 有时候可能就要利用一个 就所谓的策略联盟的方式 就是说 它可能过去要依赖 某种方式 以它的运作 比如说 大型活动等等 那 不能办了 那你可能就是要 做一些策略的联盟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 或许也可以做一些思考 那 当然就是说 其实啊 疫情之下影响的 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健康 其实对心理的层面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啊 提到说 其实 国内外吧 不是只有国 就是说国内外 其实最近的一些 像家暴事件 还有一些 这些等等 都就是社福需要介入的一些 就是事件其实有出现 或者说因为 有些人对于疫情 他的 一般人当然都会害怕 可是有些人 他的恐慌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的 或者是有这个 创伤的症候群 那在心理层面来讲 其实NPO 他也可以从这方面 去介入一些关怀 还有服务的部分 所以其实 我觉得 也不能说 倒闭这件事 就是说 或许会做一些组织的 一个调整 那甚至策略联盟的部分 那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叫做 NPOST的 就是 这个 三根365公益 媒合平台 他们都有提到说 像 尤其在这个时候 大家心理上 比较不安定 那比较焦虑 那有些人 他就会影响 跟别人之间的一些互动 或者是 跟我们讲 就是有时候 就会有这个家暴 或者一些情况产生 那这时候 其实可以透过 对于一些文学啦 文化啦 这样的一个强调 去安民众的一些 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 确实就是说 遇到挑战 那当然有可能 组织规模会缩小 或者是 那要么就是做一些 策略的联盟 我觉得其实也是 要因应的一个方式啦 是的 各位听众 我今天专访的对象 他是原志大学 人文社会学院的院长 刘怡君教授 刘教授 我们知道 您近期即将会发表的研究 有其中一篇是叫做 NPO非盈利组织 面对新冠病毒肺炎之后 新常态的策略 您认为在这个您研究的结论 还有过程中 您观察到在台湾社会 或者在国际社会 在这个因应策略上 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吗 其实关于这个天灾人火 就扣进我们这次的议题来讲 那确实过去 也蛮多相关的一些报导啦 还有一些学术研究 大概都有去研究到 灾难危机对于 就是在非盈利组织 它能够就是表现它的影响力 或者它的角色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报导 或者一些资讯啦 那确实就是说 那过去可能因为 天灾的地方 包括我们讲 飓风 台风 地震等等 这些 其实像台湾过去921的时候 大概都有一些 蛮持续性的一些研究啦 不过确实就是说 像人类遇到像SARS 或者像这次的新冠疫情 传染性疾病的 是比较少 因为我们刚刚讲SARS也是17年前 而且当时就是影响的区域 还有时间没有像这一次 因为这次感觉上就是说 大家讲说一波一波 然后好像 好像那个跟季节没有关系 然后跟温度也没有关系 跟等等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就蛮难掌握 尤其它的传播途径啊 不像过去能够掌握 那现在我们讲 还有一些 没有症状的感染 或等等这个情况 那第一个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它的传播途径 没有办法全然被掌握 那有效的治疗方式 也还没有完全研发出来 不过我们之前就知道说 好那怎么透过一些 防疫的措施去降低感染 譬如说保持社交距离 或者是你要就是注意 个人的手的卫生 等这个情况 那当然因为这些 只好采取就是像 封锁啦管理这样的作为 那当然它就会影响 民众的一些日常生活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日常生活 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稳定下来 就是说从过去 比较稳定的生活的常态 变成这样的一个新常态 那这边当然 它会有哪些影响 我刚刚其实也提到 就是说公益组织 或社福组织 它要服务 当然先确保 它的员工 还有服务对象的 就是不要受到感染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 减少人际接触的 一个规范之下 可能它的大型活动 当然就会延迟或者取消 那另外就是要确保 它的员工还有服务对象 有适当的防疫安全措施 那如果能力可以 当然会有一些 远距工作的一些安排 甚至就是说必要的差旅 可能就是要减少 或者说尽量做一些调整 那刚刚讲说 或许这边当然就说 它可能需要建置一些 基础设备 或者一些连线的系统 然后让它的职员 还有服务对象 能够有一些比较 就是说稳定的一些 通讯的一个方式 这是在这个基础的建设 那另外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的弱势 包括我们讲 不是只有对于身体的部分 在心理的一些慰藉 安慰来讲 因为有时候这个疾病 第一个是资讯 没有对有些弱势 它没有办法获得 第二个是说 它也不知道防疫的 一些正确的观念 那甚至有些人就是 本来心理也是比较 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所以或许在这个社福组织 它可以聚焦在 这方面对象的一些服务 然后当然另外就是 可以的话 当然争取政府的一些 补助的一些活动 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是新常态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 过去没有发生过先例 那也不太容易 就是有这个清楚的目标 所以可能在运作组织来讲 需要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 一个观点 然后甚至就说 很多事情它保持适当的弹性 因为有些东西它会变化比较快 比如说疫情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甚至就可以去开发防疫 或者跟疫情相关的一些 新服务的需求 比如我刚刚讲对于心理层面 或者是台湾当然现在隔离的人数 算不是那么多 那当然我刚刚就举例说 有人针对开发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些服务 总是有些服务是我们 就是过去没想到的 那你太非常的需要这样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说 或许也可以做一些策略的 联盟的一个方式 就是组织联盟合作的方式 面对这个外部不确定性 还有变化的一些形态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原志大学 社会暨政策科学学系的教授 兼人文社会学院的院长 刘怡君刘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刘院长 谢谢 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为了需要而存在的 社福公益团体 如何穷则变则通 这类的模式创新 其实也正是百行百业 都共同面对的全新挑战 我们在这一系列的 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节目当中 我们会去为大家来整理出 这样子的创新的模式 敬请继续的收听 我是陈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如果您有任何 想要了解的领域 它到底是如何再创新的 也欢迎来信给NIT Radio 还有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